一帷幕相间外观气派 中华开发大楼几乎是南京东路五段地标 算是开发金击给储 但随着敦北新总部完工 去年公开标售 吸引十多组买方人马领标 最后新光人寿以新台币92.8亿元标下 这个屋龄已经将近三十六年 所以未来在三四年之后 要做都更或者是围绕改建的这个潜力 是非常好的 整个台北市的A半市场来看 至少到2023年之前 都没有新增供给可供大面积的释出 所以对于整个市场来讲 我们看到租金应该还是稳定上涨 通质率还是维持相对低点 商众分析开发大楼有着单一产权优势 具备高度开发价值 新光金则透露为阶段性使用 在南京商圈拥有多处商办 预计成为总部办公备员性值 未来四季开发 受险加码不动产方向不变 看好价值再翻倍 不动产在全市还是持续在配 但是这些位置都比较好 这个好的将来再是说 不动产的争持利益 还是突然还是会一直持续点进行 所以我们的大方向就是说 固定收益的部分 我们不让它减少 新售布局六都列地 其他受险业也不遑多让 向南山积极抢攻信义区 富邦最大手笔 陆续卡位北市精华区 国泰近年布局桃园 受险建商争地热潮继续延烧 307万正午报道